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收看 GoGoGoHawaii的名字 今天在你來這裡 關西的颱風茶苗文化關 你看 要讓我抓著 這些一個一個都代表 過去從這邊出口出去的茶葉 到著每一個地方的港口 總共有八十幾個港口之多 到底是怎麼樣繁榮的情形呢 好 現在我們就一起來去看看 阿爸 你可侍應聰明珠安永的 颱風茶苗文化關 主要我們在這裡 對茶苗做完結了 主要來這裡公司 可以去做什麼 都已經有八十年了 而且剛才是春聖雄進黨員說 茶苗面積最多四千人 我們在台北山民間議事論員 已經到倫敦到扣冠哈根 1933年的報紙 台灣的包紙茶自銷 開始轉做扣冠哈 關係開始做 可以在世界的大市場裡面 會堂堂競爭地區之地的茶 是其中的一項 阿爸 今天你的恩力 歐陽到台下講的方法 今天外銷的客家話就是叫做外銷 那剛才有講到這個外銷到世界各地 世界的客家話怎麼說呢 世界 世界 我就是世界 對 世界 真是世界 沒錯 就是叫做世界 剛剛阿爸也有講到 其實我們是將台灣茶葉外銷到世界各地 這句話 客家話講法就是 老台灣茶味 外銷到世界各地 對 那個時候的榮景真的是 對… 做夢的時候都會想念喔 外銷過的廣告就是八十五十廣告 好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們 今天我們一起來到 關西的紅茶葉文化館 你們發現台灣的茶 真的是我們的驕傲 行銷到世界各地去喔 當然了我們認識了新的詞 一起來複習一遍吧 來靠第一個詞就是外銷 外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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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個呢就是世界 世界 世界 第三個來學到一整句話喔 來靠這句話就是 將台灣茶葉外銷到世界各地 老台灣茶味 外銷到世界各地 老台灣茶味 外銷到世界各地 這句話比較長一點點記得要多多複習喔 好 我們下次見 掰掰